多謝我們今集的贊助商 Chefshark VPN 在這個世代 上網好像吃飯一樣 沒有了是不行的 所以網絡安全就很重要了 Chefshark VPN全球有超過3200個伺服器 用了就可以隱藏你上網身份 保持到你在上網操作的私密 沒那麼容易被人監視 那你上網就安全得多了 而我 都是Chefshark VPN的客戶 我自己也有用Chefshark VPN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上網安全之外 我們經常會看的Netflix Disney Plus 在這個香港的地區 我們有很多電影都看不到 但如果我們用了VPN 按一個按鈕 啾 飛到倫敦 就例如在香港看不到這個Fast and Furious 7 我們就可以馬上看到了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電影和劇集都可以做到 再加上Chefshark VPN 你只需要一個帳戶 就可以放在你所有的器材上 手機、電腦、電視 借渣的價錢 可以買到燒鵝的味道 而重點來了 就是因為它不貴 只要你們用我的Promo Code 就可以得到一個一七折 是一七折 即是83%的優惠 再送都額外三個月的免費給大家 如果你30天內你不喜歡 你可以無條件退款 所以大家如果想多看一些電影 例如Netflix、Disney Plus上面 更快點去Sign Up GoGoGo 廣告仔 你退場 幾經辛苦 由羅馬、Porsitano 五魚村、Florence、Tuskane 多羅米 再去Slovenia 都還沒說加拿大和美國 終於都來到 你沒去過澳門嗎? 這就是Derek 沒錯 這裡是澳門嗎? 真的來到真正的威尼斯 這個地方我一直都很想來的 因為你經常去威尼斯人 經常看到那些Gondola 那些運河 那些裝修 經常那些東西抄去 究竟真實的威尼斯是什麼感覺呢? 我可以告訴你 我昨天一出火車站 一來到這個地方 我已經被它震撼了 一個城市被整個海 整個運河包圍著 一出火車站你就看到很多船 所以我已經是 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城市 前面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火車站 你見到嗎? 一出來就是水了 然後昨天有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然後有很多船 一直進去城市裡面 所以就是一隻字 誇張啊 那現在已經5時了 因為我今天很遲出來 而且這裡很熱 30多40度 所以我特意晚一點出來 直到日落8時 那我們就看看 究竟威尼斯有什麼魅力 Let's go 這就是威尼斯主要的道路 其實整個島 你都是這樣走的 所以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整個城市 你不會看到有車的 主要都是靠什麼去走呢? 走路 還有搭船 所以剛才你看到在岸邊那些 其實是的士來的 的士就是用船 載你去機場 就直接可以用船 去載到你的機場 或者你從這個島的北部 去到這個島的南部 都可以坐船 可以坐的士 或者坐道輪 這個也是你在威尼斯到 必經的階段 就是你會當失路 這裡的路複雜到 你是不知道哪條路 打哪條路的 就算你走過一次 我其實昨天從酒店 走到聖馬可廣場 回頭我已經忘記了這條路 全部的街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會弄了很多 那些標示 它就會指你怎樣走到 那些主要的景點 讓大家不要當失路 那現在有GPS 就好很多了 以前沒有的時候 我想你進來 真的不用出去 你看你這樣走到下來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走去 不知道哪裡 明明那裡有人 但你偏偏就是這條路 就是你在香港走這些行 你一定不會走進來 但是這裡呢 你不走進來的話 你去不了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你在威尼斯 走路的感覺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適 大家來到這裡 千萬千萬不要坐在這條 主要的CANEL 旁邊吃東西 因為這條CANEL上面的食物 又貴又不好吃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水魚 哇 裡面太熱了 我本身都想坐裡面 因為這間是被譽為全世界第二漂亮的咖啡店 其實之前我都去過一間 是被譽為很漂亮的咖啡店 在Argentina的Bono Sinus 如果大家有看這條片 大家應該都見過 再一看這個菜 哇 原來都挺貴 因為它有一個LiveBand 你要給六歐去看這個LiveBand 一杯雪糕呢 你外面吃兩元一個Scoop 這有十七元 那沒辦法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古羅馬歷史 其實大家知道分了東羅馬和西羅馬 而當時西羅馬因為管理不善 然後洗腦皮 就不斷被外族入侵了 那當時威尼斯的人 就為了逃避一些人 就由本州 移到今天威尼斯的島上了 那時候威尼斯這個島 就並不是說 你現在看到一個 在地圖上這樣的形狀 它有很多很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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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 不知一百一十幾 還是一百二十幾個島 真實數字呢 到現在都不知道 那些人就分散了在這些小的島上 就在想了 究竟怎樣可以在這個小的島上 建一個城市出來呢 他們在這麼多的島上 不斷打木桩 打了好多一支 然後上面建一個平台 那你會說 那些木不是會爛的嗎 不會會腐化 會有erotion的嗎 他們是非常幸運 因為木桩是完全防水 再加上 威尼斯是天然的海水 沒有分解的生長 所以就令到 今時今日這些木頭 依然一樣是這麼堅硬 所以也就是說 今時今日 你所見到現在威尼斯上面的所有建築物 所有的塔樓 所有的路 依然都是坐在這些木桩上面 好神經 謝謝 我的雪糕 成為17.7 好好吃 這裏都是賣場景 不是賣食物 但是你坐在歐洲最美麗的客廳吃雪糕 聽著一個Live Band 看著夾子飛來飛去 還有看著人在外面曬 你說挺棒的 很搞笑 剛才就是隔壁的阿伯 走過來問我這部是甚麼相機 因為他說他自己也有一部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看看 我的相機的設置就是這樣 每一天拿出去就是這樣的設置 其實整個威尼斯很小 你從最北走到最南 其實只需要30分鐘的路程 所以這裏不是太多景點 太多東西去看 就好像剛才 Cafe的聖馬可廣場 已經是 你可以說已經是這裏最地標性的東西看 但是 因為我今天第二天 其實我還會留一天 我覺得三天這樣 才真正可以感受到 這裏威尼斯的感覺 就是你去周圍走 例如你現在聖馬可廣場 走到過來這邊 你就看到很多這些鋼豆 它拍了在岸邊 然後後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超級美麗的海 你在那些環街摘巷 去GET LOSS 去看別人的街道 所以三天我覺得反而是剛剛好 這條橋後面這個 不用我說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碳式橋 以前這個是一個法院 當那些囚犯判了刑 要入監倉的時候 它就一定是只有這條橋 經過監倉 那條橋中間有些洞洞的窗 它在窗上看出來 那一下 就是它最後一下 可以看到威尼斯的景色 所以囚犯一走過去 看到這個窗的時候 就會 唉 就是這樣 就改成碳式橋了 我認為這個景是 整個威尼斯最美的景 所以 都很難不碳式 這條橋 其實這條橋 澳門也有 很小的 中間賣雪糕 在威尼斯的商場裡面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